用这个方法放牛木头一点儿不一样 牛肉非常软 放点儿子 撤 牛肉和鸡蛋的结合做出这个锅撒牛肉 它就是香 就是美 是也在家也也做这个 是吧 对 简单啊这个 同学们好 天天喊口 就这么起 我今天老尹做一道牛的菜 特别牛 特别牛 我选择的是牛的 上哪儿 就是后背这块 比较嫩 切片的时候 顶丝切片 顺丝切丝 我这个筋都给师爷去掉了 对 给他拿一刀 咱自己在家把这个筋也给去掉了 今天买这个肉多多少少 师爷有点不满意 比较少 切就比较难切 是不是 对呀 看就切这样片 刀够快就行 这样的片就行 这大片绝对可以 对 这个好点的地方准办呢 摘片不够糟了 拍一拍哈 拍一下 先搁点胡椒粉 少搁点盐 还得搁点啥呢 蚝油 你本次有个粉丝问你 当年那时候有蚝油吗 有没有蚝油 国民馆那时候就有 蚝油的 蚝匙的油就是蚝油 蚝油 别老是瞧我这个年代 那年代有 真有是吧 大家给你尝一尝 牛条 给它压一下吧 你看看 给它压出笋来 你看 连笋带牛条全家里的 为什么搁它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它这个牛条里头有果酸 这个果酸煎到牛肉之后呢 它能把这个牛肉拿着嫩 嫩 在家吃烤肉 你们这种方法非常好 拍一下面粉 它挂鸡蛋 你能挂上 锅里需要少放点油 现在给它煎上 快速的 下锅了 剩余的鸡蛋 再给它浇上 再给它吧 这些鸡蛋 这些最初展现了啊 好嘞 慢点儿啊 尝尝 嘎嘎地啊 看看啊哪边好看 再烦咱 尝尝 尝尝尝不够 漂亮 哎这边这边好啊 这边是牛肉也能看的 这边好就上这边吧 这边冲上 这边冲上啊 刀枪锅 葱姜丝 朋友们 刀枪锅 葱姜丝 香菜待会儿哥 香菜段 你是搞笑的吧 好嘞 现在就会塌 现在就塌上了 歇盐 肥筋 好嘞 过来塌一塌 我塌一会儿去 这道菜啊 我跟你说 像当年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塞福鼎同志 来亨人家视察的时候 他住在花园村宇宙 住了很多天 他愿意吃牛羊肉 我给他安排点啥呢 广牛肉吧 还不太好 我就给他做了一道 叫锅塔牛肉 他是少数民族是吧 他少数民族啊 你听了个名 所以说呢 他吃完之后非常满意 我看他吃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整个这个圆圈吧 他吃了大半个 哎呀 比较喜欢 他也非常喜欢 所以这个牛肉 和鸡蛋的结合 做出这个锅塔牛肉啊 它就是香 就是美 师爷的家也做这个吧 对 简单呢这个 好了五分钟 我带点香油啊 好 师爷的菜啊 是不是啊 五菜也是少不了酱油 哎呀 漂亮 香味出发 又是第一条 你看这个牛肉 哎呀 真带劲 给粉丝们看看这个牛肉 和鸡蛋 裹着 哎呀 太有腐了 牛肉 啊 软嫩 师爷 用了你的方法放牛头 一点不行 是不是啊 牛肉非常软 这个方法 不要嫩 我献给大家啊 你回家烤肉 和做这个菜 你搁点牛头 它就是不一样 关键是牛肉片 你看多大呀 哎呀 你看还不薄一个硬币厚 对 然后呢 一点不行 不行 这个真是技巧 技巧 又从师爷这儿学了一个关键性的技巧 那你还不是牛铲子给我挖的吗 哈哈哈 回头 这个也是一个大赞吧 啊 对 你要好吃 你告诉大家 给老银点个赞 肯定这个啊 每日烟火器 近在老银银 锅炒牛肉